好你看喔 你看你的頻道是屬於這樣 有看到是這個樣子嗎 這個就是你現在的頻道 這樣了解 可是你會看我的頻道就是不一樣喔 頻道是屬於 這兩個你會覺得哪一個比較難 這個比較難 比較單調 OK 那其實這邊會做一些站外連結 就是所謂的像這個 你可以點到你的公司網站 然後可以連結到你的FD 那你可以連結到你的其他的網站這樣子 也就是說你如果說沒有設定他的這個 自訂的版面設計的話 你只能在你只能看到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了解嗎 那這裡會有一個叫做 創作者工作室裡面會有一個叫做 遊覽頻道 你如果說你頻道沒有設定的話 你的頻道就是只能看到就是這個 那你也沒辦法讓人家連結到其他網站 這樣了解嗎 所以你可以選的這裡有一個 看應該是創作者工作室裡面就是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叫做 哇 你就會點這個叫做自訂頻道 我看到齁,指定頻道,有看到嗎? 點進來,那它其實會有一些 我先講這個頻道,然後再講影片 那它其實會有一些東西你可以去做設定 比如說它的一些,你可以點這個 就是加上一個圖像,這樣了解嗎? 你可以為你的頻道加上一個圖像 比如說我為了頻道加上這個圖像 完成 那這時候呢,你在這邊,你重新整理一下 重新整理 這邊就會等一下就浮出你的頻道 它會不會有時間上的限制 就是它會一段時間就把你改過來 然後這裡也可以,後面照片 可是它要求是2560x1440 這樣了解,所以你可以到google這裡 或是你們自己,你們自己是說Foloshop 你們就自己用一個版面就好了 那我這邊就省閱了 就用 2560x1440 可以 你可以 那你這時候就可以把它放上去 這樣了解了齁 放上去 在哪裡 脫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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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頭是哪裡 這個嗎 脫手是這個 這個你可能要找一下齁 這邊就 要報銷就做好了 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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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靠小碼嗎? 也是可以啊 但是 這點我們已經滿了 沒關係我叫Photoshop啦 就是這邊產生一個叫做 2560 Pixel知道嗎? Pixel 2560乘以多少 然後設定300 然後就把這個拉進來 拉一片好了 所以你看 你要做這種網路行銷 你還要會大概基本Photoshop 這樣了解嗎? 這樣了解嗎? 好 好大家就會跟妳講說 你上傳上面是這樣子 這樣了解 好就全取 好就已經穿上去了 有看到齁 那這裡呢你可以再進去 進去這裡有一個編輯連結 好 那什麼叫做編輯連結呢? 好 好 這邊 記得這裡喔 如果說你沒有打開的話 你這裡沒有打開的話 自訂的頻道版面配置 你沒打開的話 它是這個樣子喔 你只能看到的是這個樣子 這樣了解齁 有一些東西都不能設定 所以你要在這個齒輪這邊點一下 然後打開 自訂版面配置 打開 這樣了解 好 然後你可以前往進階設定 好 那你可以把你的一些頻道關鍵字 打進來 比如說 啊 好 比如說 網路 行銷 教學 就大概打一個就好了 我們直接教學 那我就再進入我的頻道裡面 那這裡會有一個 我先介紹頻道 頻道裡面會有一個叫做狀態功能 如果說你想要 那你的頻道裡面要 影片有收益 你會啟動這個 收益功能 那如果說你想要直播 你就啟動這個直播功能 這樣了解 好 那卡路影片呢 你可以 你的帳號會啟用卡路影片好 那你可以 比如說叫長的影片 如果說你的影片上傳 超過15分鐘 你可以使用這裡啟用 這樣知道齁 你可以啟用它 那也是叫啟 那他會去驗證 這樣了解 因為有一些東西你啟用的話 他會去驗證 比如說像這個自訂縮圖 這些 呃 外部註解 這些等等 有一些啟用的話 他必須要有一些驗證 那 我看一下進來的話 我這邊看一下好了 好,先千萬給你們一下,先把它暫停 反面有改過 好,這裡呢,你可以回到你的這裡 就是你的頻道這裡呢,這裡會有一個叫做 你可以看首頁,這裡首頁就是你可以新增你的版面 那你版面可以選擇說,你目前的一些 內容,你可以自己去自訂分組 那你的頻道是什麼 你的頻道是哪些,比如說你的標題 你的標題是網路行銷教學 那你可以把那個網址貼上去 比如說像我這個影片這裡 我把這部影片 把它貼上來,複製,貼過來 然後新增 這等一下我再跟你們講,我先講上面這裡 它有分首頁影片 那首頁的話呢,就是說你可以像我這樣子 我這個頻道這樣子,它底下還會有 底下還會有所謂的分類 比如說Wordpress教學 Prolog教學,或是YouTube教學 一下有分類 那這個怎麼做,等一下我跟你們講 那影片呢,就是你所有的影片都會在這裡 這樣了解 那播放清單呢,是 你目前有哪些播放清單 以及你的頻道 討論和簡介 那目前你可以設定簡介 簡介就是我這個 就是在這裡,上面這個叫做簡介 這樣了解 那簡介呢,你可以設定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 增加你的頻道說明 你的頻道說明是什麼 比如說我的頻道說明是 然後你可以增加你的電子郵件 你的電子郵件是什麼 然後哪個國家 哪個國家台灣 台灣 然後連結 連結你就可以這樣子 它可以讓你放五個連結 這樣了解 你可以自己設定 它最多可以讓你放五個連結 那五個連結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一二三四五 五個連結 這樣了解嗎 那這個也是屬於站外連結的一種 那所以呢 如果說你有網站的話 你也可以放 比如說你的網站標題叫做 教學部落格 那你就把你的網站放進去 我做一個給你們看就好了 然後按完成 這些都按完成 完成 那這時候呢 你的 你的頻道裡面呢 就會出現一個這個教學部落格 這樣了解 你看小三美日的 或是八六小鋪的 這個 你看他的喔 他的那個 頻道裡面 是不是這樣子 封面圖 加上 頻道連結 這樣了解 那底下就是他的分類 有看到嗎 單純比你這個 比這樣子的 比這樣子的方式 還好看 這樣了解嗎 所以很多知名的那種 影片啊 比如說像那個 同姐忙什麼 他們也是這樣子做 這樣了解嗎 至少有放這個連結 那這個都可以增加你其他人家 連結進來到你們網站 在做站外連結的一個 反向連結的一個好處 這樣了解我意思嗎 就是你可以從這裡 我的頻道裡面 去選擇 自訂頻道 然後 你一定要 你自訂頻道 這邊一定要選擇 自訂頻道版面配置 一定要打勾 這樣了解好 那進來之後 會有簡介 那你就是把這一段 這一段放進來 那底下呢 你可以放上你的業務諮詢 以及你的相關連結 你最多可以放 放五個 再新增放五個 這樣了解嗎 那這樣子人家 瀏覽進來的時候 光看到你的頻道的時候 他也可以直接像這樣 比如說小少女子 進來之後 我看到他的訂閱的 看到他的連結訂閱的 看到他的連結訂閱的 那他也可以直接看他的簡介 這樣了解嗎 這也是一種導流量的方式 這樣了解齁 好 你們試看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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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